KyokoTV 杏子铁道屋 嗨大家好 我是哈日杏子 欢迎收看杏子铁道屋 好久没有为大家介绍日本的车站便当了 因为最近都无法去日本 所以非常想念车站便当的美味 不能出国怎么办呢 没关系 今天杏子要为大家推荐一套 非常秀色可参的车站便当模型 就是这一套 其实它已经出到第三弹了 也是第三套了 每一套都有五种便当 现在我们就一一来介绍一下吧 一旦出的这五种 就是日本全国非常知名的车站便当 我们就一一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韩馆的花枝饭 登登 这个花枝饭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它是把米饭装在花枝的身体里面 然后去蒸熟的 吃起来就是有花枝的香香甜甜的味道 然后有米饭 所以会非常的满足 我们来看一下吧 好可爱喔 你看 有两只花枝好大呀肥肥的 做的真的很逼真耶 摸下去还软软的 触感也很接近真的花枝饭 好想把它拿起来吃喔 这个做的真的很可爱 这个就是韩馆的花枝饭 接下这个呢 是超豪华的仙台车站的名物便当 海胆跟鸡软 每次看到这种组合呢 性子都无法抗拒 因为我超爱吃这两种组合 就是海胆鸡软 光想就流口水了 好打开来看看吧 这个是圆形的便当喔 哇 你看这个鸡软是不是做的非常的逼真 你看亮晶晶的 看起来好好吃喔 鸡软跟海胆想先吃哪一种呢 接下来要介绍这一款便当呢 可能老人看的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是日本人超爱吃的 这个就是横冰奇洋萱非常有名的烧麦便当 烧麦竟然还可以做成便当耶 好特别喔 日本人把烧麦啊 煎饺啊 都当作是配菜 而且还搭配白饭一起吃 看了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便当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这一款呢 其实杏子有吃过 偷偷告诉你 还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他神奇的地方就是烧麦冷掉也超美味喔 好赶快打开看看好了 这个呢 白色就是烧麦 然后这边是白饭 然后有一些配菜的部分 烧麦便当 大家有机会可以吃吃看喔 接下来这个便当呢喜欢吃神户牛的人呢一定会很想吃喔 便当里面呢就是神户牛 很多肉片 神户牛排车站便当 有没有很诱人 有没有很诱人 吃便当还可以吃到神户牛 真的是太享受了 好打开看看好了 究竟里面有几片肉呢 哇 根本就看不到白饭啊 整个便当都被牛肉铺满了 神户牛排车站便当 有没有很想吃啊 好第一弹最后一个呢 是福刚很有名的河豚饭 河豚饭来啰 杏子曾经在下关地区有吃过那个河豚的生鱼片 你看那个肉质呢真的是太鲜美了 但是呢 河豚饭的车站便当我还没吃过呢 好好奇它里面到底有什么菜色 这两块呢应该是河豚肉 然后这个应该是河豚肉做的丸子吗 然后这边有虾子 感觉就是一款充满海味的便当喔 福刚的河豚饭车站便当 吃河豚肉 好请接下来到了第二弹 刚才第一弹大家看了有没有很过瘾呢 接下来还有很多好吃的车站便当喔 第二弹上菜咯 就是这五种便当 一一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先来介绍我很想知道很想看的 青森的车站便当 螃蟹饭 登登 看喔 这边还写yamamori 就是表示菜色非常多的意思喔 yamamori的animeshi 像山一样高的螃蟹肉吗 嗯 哈哈哈 好打开看看到底有多少螃蟹 哇 还真的里面就是螃蟹肉 哇 好大的两根蟹饺喔 这个一口吃下去呢 一定会觉得非常幸福吧 我觉得它颜色也是做得非常的逼真喔 那旁边这个红红的 应该是鲑鱼卵之类的吧 感觉是那种一粒一粒的东西 这个青森蟹的螃蟹饭 那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超值呢 来吃螃蟹喔 接下来这一盒便当呢 就是装满了名古屋的名物 味噌炸猪排 还有炸虾 它的名字呢 蛮有趣的喔 叫做 みそかつえびふりゃ えびふりゃ 發音好奇怪 えびふりゃ 好可爱喔 看一下 这边有画炸虾跟猪排 哇 有耶 有闻到炸虾的香味 喔 还有味噌的浓郁的味道 香菜咯 这个就是名古屋很有名的炸虾 你看两大条欸 超赞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炸猪排上面淋上了味噌 它那个味噌呢 就是化的很逼真 你看仿佛好像快要留下来一样 然后这个就是白饭 上面这个红红的是什么呢 难道是一粒鲑鱼卵吗 这个便当呢 我觉得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可口喔 下次如果我去名古屋的话呢 我一定要买来吃吃看 炸虾跟炸猪排 要先吃哪一种呢 接下来这个呢 也是杏子的最爱之一喔 杏子最喜欢日本料理呢 有麦鱼饭 寿喜燒 还有一个就是牛舌 日本的烤牛舌常熬吃的 车到牛舌大家会先想到哪里 对 就是仙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便当呢 也是仙台的喔 炭火烤牛舌车站便当 如果你有去仙台车站的话呢 你就可以发现 几乎车站便当的菜色都跟牛舌有关 牛舌和便当的种类也蛮多种的 我不晓得这一盒里面装的牛舌 是什么样的形状喔 打开来看看吧 好想去仙台吃牛舌喔 好开箱 哇 超赞的 好大的牛舌 一二三 三大片 然后这还有红萝卜 然后这个是配菜喔 颜色也画得非常的像耶 大家看了有没有食欲大增呢 可惜他这个模型是没有办法拿起来 我很想真的把它拿起来 看看下面到底还有什么 仙台的炭火烤牛舌 车站便当 不想要大家买日本的车站便当呢 是比较喜欢吃肉还是吃鱼呢 杏子比较喜欢吃肉喔 鱼的车站便当呢 杏子比较少买 这一款呢 是福井县非常有名的 青鱼寿司便当 用青鱼去腌制的寿司喔 喔喔喔喔 真的就是一整条青鱼 下面就是醋饭喔 大家看一下 你看他这个颜色画得好像喔 好像是青鱼的表皮油油亮亮的喔 我觉得日本的醋饭真的很好吃耶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生鱼片 或是那种腌制的鱼肉的话呢 这一款呢 你应该会很喜欢喔 青鱼寿司便当 到时候喔 好 接下来看第三弹 第三弹是这五种便当喔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这个就是 杏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 鸣鼓屋 鸣物 鰻鱼饭便当 不晓得大家有吃过鸣鼓屋的 鰻鱼饭三吃吗 杏子超会吃鰻鱼饭的 每次去鸣鼓屋呢 都一定会去吃那一道料理喔 鰻鱼饭的车上便当呢 杏子还没吃过 所以我看到这个模型呢 就觉得很兴奋 当当 一字吗不喜 鰻鱼饭车站便当 不晓得里面的鰻鱼有几片呢 好期待喔 开箱吧 好像真的在开车站便当一样 令我好兴奋喔 哇 好大块的鰻鱼肉 有两大片耶 把白饭全部都盖住了喔 鰻鱼的下面呢 是蛋丝还有一些小菜 小蜜这个吃起来一定非常过瘾耶 这个蛋丝摸起来也是很有质感耶 超可爱的 鰻骨屋的鰻鱼饭车站便当 想吃的人请举手 接下来这一款呢 是韩馆的车站便当 它的名字呢 叫做鱼鱼饭 大家有看过这个便当吗 便当呢是圆的 打开来看看到底里面有什么菜色喔 哇 好像有很多新鲜的海味耶 好大的鱼鱼喔 就躺在便当盒的中间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鲑鱼肉吗 还有虾子红萝卜鱼板 旁边这三片呢 我觉得应该是生鱼片 我猜的 因为我没有吃过真正的这个便当 看起来就是料很多 吃起来应该会很有饱足感喔 韩馆最有名的就是海鲜丼啊 这款便当呢 感觉上就是有一点像海鲜丼的概念 爱吃海鲜的人呢 你一定要尝尝看喔 接下来这一款男生一定很喜欢 又是神户牛的车站便当 跟第一弹的神户牛便当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一款神户牛 Kobeju Steak Bendo 黄色这个呢 是第一弹的神户牛便当 绿色这个呢 是第三弹的 究竟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超好奇的 先来拆这个第三弹的 喔肉真的是做的好像喔 感觉就是有一点半生不熟的鲜嫩口感喔 再来看一下这是第一弹的 喔 其实排在一起看呢 好像就觉得有一点不同 应该是料理的方法不太一样吧 或者是牛的品种不太一样 好这个就是第三弹的神户牛车站便当 接下来这个呢 是工程县的 鲑鱼哈拉狗飯 登登 光看这个盒子的设计呢 感觉应该就是海鲜饭喔 打开来看一下 我猜 我猜应该有鲑鱼卵 到底有没有鲑鱼卵呢 有 BB 你看你看你看 鲑鱼卵 鲑鱼卵做的好像 看了这个模型之后呢 好想吃吃看真正的食物喔 看起来就是内容超丰盛的一款 Sake Hara Komishi 去工程县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喔 第三弹的最后一个呢 是群马县的腐饭便当 这边写着山 应该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山菜喔 那他便当的造型呢 做的就是很像腐锅的样子 很可爱喔 虽然是模型 其实做的还蛮逼真的 你看 登登 做的都很象征的喔 好可爱 哇 有好多东西 看起来好好吃喔 果然就是有很多山菜 像什么香菇啊 还有一些蔬菜啊 还有肉啊 红萝卜等等 这个应该是香菇吧 这是不是水煮蛋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买真的特战便当来吃吃看喔 群马的山的腐饭 刚刚一口气看了15种便当 怎么样里面有大家想吃的菜色吗 这一套便当模型呢 真的是很有特色喔 它的名字是叫做全国当地便当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去买来收集喔 在不能去日本吃车站便当的时候呢 可以看看这些模型呢 来一解香愁 好 杏子铁道屋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可以尽早再到日本去吃吃 全国各地的车站便当 Aki Ben 大好き Tabii Dai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到杏子的脸书按赞加追踪 即可获得杏子最新动态情报喔 欢迎订阅信子频道 记得要开启铃铛通知 新影片不漏看喔 Kyoko channel 登録して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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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